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济南市淮映区在济南西站东广场 举办了一个典藏老式汽车展 一台台珍贵的车辆 展示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足迹 现场共展出了14辆老式汽车 像是国外进口的吉斯福尔加 我国自产的红旗 黄河 海燕 东方红等车型都在其中 其中 红旗检阅车型曾为国庆大阅兵使 国家领导人检阅部队所乘坐的汽车车型 吉斯115高级防弹轿车 是前苏联赠送给我国的5辆防弹车之一 我身后的这辆车就是吉斯115 这辆车也是上个世纪50年代 前苏联送给中国的一批轿车 刚才我们大概量了一下 它的高度大概有1米8左右 另外这辆车重量大概有8吨 我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普通的小轿车是1.5吨 那这辆车为什么这么高这么重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是一辆防弹车 而且这辆车其实是装了有8厘米的装甲 我们可以看这里 这辆车其实是装有了 大概有一个8厘米的这样的一个防弹玻璃 可以说这辆车 其实是我们现在轿车当中的一辆装甲车了 现场既有国家里边用的同款高级轿车 也有民族品牌经典车型 他们共同见证了我国汽车工业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发展足迹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摆放在展口的一对兄弟 他们分别是黄河JN150 还有就是黄河JN130 特别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 这两辆汽车都是诞生于我们济南 特别是我旁边的这辆黄河JN150 它也是新中国第一种生产出来的重型载货汽车 上世纪50年代 全国掀起汽车热 济南汽车配件厂不甘于只生产配件 也开始了造车梦 并更名为济南汽车制造厂 在机器人持之以恒的奋战下 1960年4月 第一辆黄河牌JN150型八吨载货汽车 试制成功 拉开了我国重型汽车工业发展的序幕 不过对于来观展的市民张鹏来说 最触动它的则是另外一辆车 看到这辆阅兵车我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因为1984年国庆节 那时候是建国35周年 北京组织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打阅兵 我作为启动阅兵的一员 当时我们收阅部队看到小冰空乘坐的这辆检阅车 来检阅我们部队 我们也很激动 如今张鹏已经退休在家生活幸福 今天看到这些车辆 他忍不住感叹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强大 我们国家不管从各个方面应该是发展都很快 现在的群众生活那真是蒸蒸日上了 不愁吃不愁穿 你像我们都退休在家 我们都很知足 很幸福 把那时候的五几年六几年的车放到这里 就是让大家参观一下 能够看出来当年那个条件那么艰苦 但是当时的科研人员或者是生产人员 他们能克服困难 然后去制造出来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车型 他们这个决心和这个毅力 展览是免费的将持续到7月10号 每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6点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济南西站看看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